这是河南唐村太极权的史料的一个介绍 在开讲之前做了个小的前言 为什么想起来做这么一个提议呢 两年之前在这个论坛上 朱鲁殿荣老师就说 我发现了一些新的探权资料 应该去看一看 我说很多的这个 我说我也必赛 我是网络不灵的 就是消息必赛则看 我就订了一份过半的中华五处杂志 杂志不订了什么消息 但是通过朱老师的介绍 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新的资料 所以促成了我这个 去清除草荣的记者去考察一下 我自己因为存在了很多的迷惑 关于太极权历史的很多的迷惑 比如说太极权是谁来创造 在太极权里的几种说法 一直都是存在 大家应该说还不是很统一 比如说一种说法是唐代的 徐宣平李道祖创造 那么那到现在应该是有 一千年的以上的历史了 他有一种说法是 宋代的张三峰创造 或者说张三峰是明初的 有人说是宋辉宗时代 或者是有的资料说他是原末明初的人 有人说是两个人 总之吧张三峰是武当山的修炼的一个单士 他创造的太极权 这种说法呢也是流传的比较广的 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河南陈家沟的陈王平创造 陈家沟呢是近代太极权的发源地 杨氏啊武氏啊都是从这个地方来拓展来的 那么在这个根据当地的陈家的家谷和全部的来记录 他们最初的创始人是陈王平 这种说法呢也是最近在这个 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觉得史料更充实一些的 不仅仅是传说 但是有些人也还是 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还是有一些疑点 那么 陈王平 创造一个太极权 仅仅是靠着一本 那个黄平经就可以做到的嘛 因为太极权的从他的文化源泉 富源泉 养生源泉 还是应该有一个树有根水有源 他的怎么积累的这些东西怎么产生呢 应该还有一个过程吧 我会做一个很短暂的词 因为有很多东西 我会做一个很短暂的词 我会说到这些东西 他已经有多年了 他已经有多年了 他已经有8年了 然后两年了 2017 我会有一个谈论 和他 然后我会给他 他提供了他一些新的事情 做到的事情 他有什麼意外的事情 他就是這麼驚訝 我請求他 去找他 找他 找他一些事情 他在靠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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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講一下 我们今天来讲一会儿的故事 他会讲一会儿的故事 你可能都知道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我认为是在大陆的 是在大陆的年六十年到九十年 从大陆的离道 在大陆的离道 最有名的一位是在大陆的 是在大陆的民族 都齊掉,是3800至1200 在那里的工作 每个地方都比较加尊重 我相信最 popular this day 因为他世纪接金 他们更多知名的 太极拳啊,有历史上有很多名称 内加拳,先天拳,三世七,长拳,十三世 这些个都是太极拳的名称 180年以前有两位河北的年轻人 一个叫杨露禅,一个叫吴宇湘 他们两个人到河南深加州和赵宝镇去学练了太极拳 通过他们才把太极拳从河南的农村传播到北京 乃至规广到全国 在这个180年前 他们在学练和规广太极拳的时候 开始说太极拳不知始于何人 太极拳的名称,杨露禅在北京开始的时候 管太极拳叫软拳,叫年拳 这个吴宇湘呢,管的叫十三世 总之还没有一个像今天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名称 这是180年前的开始在全国 全国太极拳的时候还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但是吴宇湘这个人在学拳的时候 在河南发现了一本很重要的太极拳拳谱 这个拳谱上写的是王宗岳著的太极拳拳谱 其中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太极拳论 是用太极阴阳的这个哲学理论 哲学思想来解释权力 用这个,就是说是太极阴阳 不仅是自然之道,天地之道 也是我的权法人道 用这样一个太极阴阳学术来解释这个 写的一篇论文,解释这个权数的理论 由于这篇论文的影响和传播 属于太极拳的名称也就正式确定下来 所以我要说的是杨禄禅和吴宇湘 他们对太极拳的推广做了很大的贡献 而且也使太极拳的名称得到了统一 但是在他们身上没有解决太极拳的创权是谁 对于这篇论文的论文 你能够论文的论文 我认为这篇论文的论文 我认为这篇论文 我认为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的年代文 我的年代文是你 对这篇论文是 让人们知道的 这个品牌 他不仅用太极拳的名字 他用了 对壁仁 you know that sort of thing okay and and then you also know about another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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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ous person who is the founder of the wu star traditio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u I'm talking about the first and the other wu okay Wu Yixiang and he had led on wu to Hao Tai Chi and so forth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in a Tai Chi history because he had he had a book okay the book called the Tai Chi tradis and the Tai tradis credited to Wang Zongye and why we'll talk about later yeah and so Wang Zongye so right now is it's a person who created for all the you know you know the Tai Chi classic beginning okay all the creation of all thos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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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the you know the auditors and and Wu Yixiang himself also developed several Tai Chi classes and we will talk about that later 兩年以前呢 朱老师就跟我说他说現在國內還是發現了一些新的資料你應該去深入的去了解調查一下 我說我最近有時候對這些資料我一個是必散一個是我有點我們國內前幾年有一句口號叫做武術搭臺經濟唱氣 我說很多的已經不是學術搭臺經濟的 我說很多的已經不是學術的討論是經濟的利益的在背後的牽扯 所以這類的文章我覺得恐怕又是給自己的本地的知名度做宣傳吧 或者是還是搭檔吧那個經濟唱戲的目的 所以我有這種偏見等見所以就不特別對這類文章不特別感興趣不願意花力氣 但是朱老师一再也就說 他說還是有些的你還是應該去我提供你一些資料你再看一看 還是有一些的值得探討他 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我也說特別是還得到了我們在座的張豪今天他也有一個發言 他就是這個不愛見的人他父親呢和他都在那有很多的朋友 他說如果你要去的話如果可以借到當地的人很多的朋友給你引見引路 不然你人生地不足啊人家還不知道你來做什麼 不一定肯那麼如實地對你介紹 所以在他們二位的幫助和什麼獨樹下 我是做了這個這個介紹 所以今天才有的今天這樣一個介紹 所以我也要對他們二位表示感謝 我們有一個人的報道 他會有很多人被教育被教育 他會被教育的教育 他會被教育的教育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都知道 在這時當我們推不太智 如果我們推不太智 那不是一個負擬的 就是國人推不太智 优优独播剧场—— because I haven't read so much about it already. So he had a chance and that was a system by Zhang Hou's father because Zhang Hou's father has some connection to the Tai Chi community in China. So that made the trip possible. I made all the slides for you. There's this level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him. This is Julian. You've got to have some kind of map for all of you to understand where that can convey the GX. Okay. Everyone know the Henan province. Okay. Right in the middl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 think it's the most popular province in China. And also the Chen village also is in the Henan province. So for Tai Chi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rovince in China. the Chen village is located in Bo Ai County right here on the very northwest corner. Alright. The Bo Ai County right here is a small one. And then here's another map. Okay. This is the county government office and the Chen village is about south part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So everybody got some kind of idea of where the Chen village is not very far from the Chen village. I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this is the Henan province. This is the Sanxi province. This is the Sanxi province. Okay. The people we will be talking to you about they migrate from the Sanxi province to the central over a thousand years ago. So they move across probably here and then it's not very far. You know we think the Henan province is right over the corner. So this is not far from the Sanxi and the Sanxi. And then like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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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olin temple is also not far about one hour driving distance. Same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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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is the the young style 开去 location. 那么 这个资料 是从一个 很偶然的机会 发现的 是因为唐村的 理事家族 要继续修个家族 在修家族的过程当中 才发现了 这样的一些 历史资料 那么 这个 这个家族 应该说是 2002年 理事家族 开始 要 去修 这个家族 这个 去修家族的 负责人 就跟大家去 调查 他碰到了 一位 这个 就是 本族的一位 一位老人 七十多岁了 他说 我家 我曾经 看到了 我家 有所的家族 现在 有没有 我不知道 是在 我的 在我父亲那时候 我爷爷那时候 经常拿来家族 过年的时候 跟我们讲解 共诸 那种 祭祀 后来呢 我父亲就带着这本家族 去了西安 我在西安的时候 见过这本家族 还在 现在在不在 我不知道 得问我弟 如果要在的话呢 我弟得知道下落 这就是自己出的 这本 引起来的 这个来源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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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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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 李宇 我看了一天一年一年一年,他会发现一名的女生, 他会提出她的女生的父亲, 会发现一些某些女生的朋友, 与了一天的社会活动, 与了一天的社会活动。 and then so this person was so interested in that with that was his job ok to re-event the family trade by so then he was told actually that small Referent educación what was the booklet carried that by his brother into the Shaan Sanxi 她把她拖延了 她在拖延了 她很驚喜 才能做到 打得更好 她需要一步 她需要人家的 她需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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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需要她的 她需要人家的 她需要一步 她需要她的 她需要一步 修家谷的负责人说,是不是先将你弟弟照照片来寄回来,我们看一看,不多久啊,他的弟弟就把这个照片,几个家谷的目录和设计, 去年,几个照片就寄回来,修家谷的负责人叫李立凌,他觉得这个资料很重要,所以他说,能不能把这个食物贴给我们,管是照片啊,他的弟弟可没拿,他说我寄照片, 这儿给你都是偷着的,我妈妈,我的继母啊,绝对不会把这个家谷拿出来给你们,因为这个家谷的保存者是他父亲,他父亲呢,他说,我们为了这个, 家谷的所有人啊,就是这个父亲叫李泰存,他说这个,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啊,我父亲李泰存带了全家,就先到了西安, 这是我爷爷的,决定医疗方式啊,解放以后,他说我爷爷和我白奶奶,还有我伯母,家里呢,因为又有黄色,又有油脉,化的成本很高,不但把这个, 财染都分了,而且三个人都被镇压了,是我父亲李泰存,因为躲在西安,才躲过了这个劫难,现在,我们家,跟这个,老家的唯一的联系,就是靠着这边家谷,才知道这个根在哪儿, 五三年的时候,政府又到西安去,追查我父亲,我父亲呢,回家,跟我妻母,匆匆告了别以后,不知道下关,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所以我的妻母,就拿着这边家谷,当作唯一的一个,这个,是李家的根儿,子孙万代,都会,才知道我们是哪儿的人, 他说,他怎么能够拿出来呢,他,他在什么事儿,因为我家的变,因为这个家里的背景变动太大,他说,恐怕,我办不到,所以呢,这个事儿也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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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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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ry briefly,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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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as going on, about the Lee family and genealogies. You know, our indication, it was carried into Sian, and it was, it was in a hand of a very old lady, his name is Wang Vi. He did not want to show anybody about that because Wang Buying's husband, you know, was suppressed by, you know, by, by, by politics, you know, we do, whatever, okay, and during th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and also in early days, okay, after World War II.